一口气看完,秦末十八路诸侯 秦末十八路诸侯是指,项羽和刘邦灭亡秦朝 并在咸阳经过鸿门宴事件后 项羽凭借着手中四十万军队的绝对实力 假借楚怀王之名,自立为西楚霸王 并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 来分封给各路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 其中包括后来的汉太祖刘邦 也包括秦朝名将张涵 汉出三大名将之一的英部 可惜的是,这一分封并不合理 项羽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 致使分封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 天下重新陷入动荡之中 项羽忙于平定其地叛乱 而无暇顾及刘邦为日后楚汉争霸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让我们一口气看完 这十八路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都有哪些作为 最终结局又是如何 一、汉王刘邦 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 曾担任秦朝配县四水平场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刘邦在家乡配县集合三千子弟响应 后投靠了反秦义军首领项梁 并和项梁共同拥立楚国王族雄心为楚怀王 项梁被秦将张涵斩杀后 张涵又北上进攻赵国据路程 而楚怀王雄心为了救援赵国 遂派项梁的侄子项羽领军北上救赵 同时为了分散秦军力量 楚怀王又派刘邦领军西攻秦朝 并与诸将定下誓约 谁先入关中进咸阳 谁就可在关中称王 结果刘邦率先攻入关中 占领咸阳灭亡秦朝 与此同时 项羽在巨鹿之战大败张涵军 率领四十万大军也抵达关中 并与刘邦会于鸿门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刘邦在鸿门宴上自知无法与项羽抗衡 便为曲求权让出咸阳屈服于项羽 随后项羽进入咸阳后 大肆烧杀抢掠 屠杀秦朝宗室 并不顾楚怀王与诸将定下的 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 一面假装遵奉楚怀王为异地 而暗中却密令鹰部等人将其杀害 另一面 项羽为了号令天下 遂甲借楚怀王之名 自封为西楚霸王 建立西楚政权 定都蓬城 金徐州市 并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 他把劲敌刘邦封为汉王 领地是秦朝流放犯人的巴蜀 和汉中一带 国都为南正 今陕西汉中市南正区 同时 项羽为了困索 可能与其争夺天下的刘邦 又将关中一分为三 封给秦朝降将张寒 司马新 董毅分别为雍王 赛王 宅王 史称三秦 企图通过他们控制关中 将刘邦困索在巴蜀一带 而刘邦也只好忍气吞声 接受项羽的册封 领兵入汉中 并烧毁战道 以示再也无意东出 以麻痹项羽 不久 刘邦就以项羽杀害楚怀王为由 号召各诸侯王与自己一起讨伐项羽 为楚怀王报仇 从而正式拉开了楚汉争霸的序幕 经过三年的楚汉争霸 刘邦最终迫使项羽兵败自吻 统一天下 并于公元前202年 在山东定陶登基称帝 建国号为汉 史称西汉 汉太祖 刘邦称帝后 陆续消灭了赃徒 韩王信 韩信 彭越 鹰部等异姓诸侯王 又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 来巩固刘氏天下 同时 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 又采取修养生息的国策 使自秦末以来 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破坏 逐渐得到了恢复 公元前195年 在为七年的汉太祖刘邦驾崩 中年62岁 他一生对汉民族的统一 中国的统一强大 以及汉文化的保护发扬 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 雍王张寒 张寒是秦朝最后一员大将 拥有极其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张寒向秦二世胡亥建议 赦免离山囚徒 来组成军队迎击起义军 旋即被秦二世采纳 此后 张寒率领70万离山囚徒军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先是攻灭陈胜吴广的起义军 吴广战败后被部下杀害 陈胜在逃跑的路上 也被他的车夫装甲杀害 又击败齐卫联军 斩杀齐王田丹 魏王魏旧 并在定逃之战 将项羽的叔父项梁斩杀 从而使秦朝得以苟延残喘 成为支撑秦朝危局的重要人物 随后 张寒率军北上攻破赵国都城邯郸 兵为赵王于巨鹿城 但却在巨鹿之战被项羽击败 经此一战 秦军主力精锐尽失 大将王李也被项羽擒 张寒旋即向秦廷求援 而此时 秦朝宦官赵高专权乱政 他不但拒绝派军援助张寒 还屡屡在秦二世面前残害他 张寒得之后很害怕 无奈和长使司马新 都为董毅 向项羽投降 当秦朝灭亡 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将关中一分为三 张寒被封为雍王 管辖关中西部 国都为废丘 今西安市长安区 以此来牵制汉王刘邦 出汉争霸时 刘邦采取韩信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计谋 自汉中攻入关中 在陈仓大败张寒军 张寒退守废丘 随后 韩信率军又攻破废丘 雍王张寒自杀而亡 三 塞王司马新 司马新曾在担任 秦朝岳阳县御院期间 营救了犯罪被抓的项梁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司马新以长使的身份 辅佐张寒作战 巨鹿之战 秦军战败后 张寒派司马新到咸阳 向秦廷请求援兵 但掌握秦廷大权的宦官赵高 不但拒绝派兵援助 还派人准备杀害司马新 司马新逃回军营后 告诉张寒秦廷已被赵高控制 无论打胜仗或打败仗 一样会被杀 而张寒也担心会受到赵高迫害 遂和司马新一起投降的项羽 当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为了困索刘邦 遂将关中一分为三 司马新被封为赛王 管辖关中东部 国都为岳阳 今西安市延梁区 出汉争霸时 韩信明修战道 司马新逃至项羽处 最后在成高之战中 司马新被刘邦击败后 自吻而死 四 翟王董毅 董毅在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以都尉的身份辅佐张寒作战 巨路之战后 董毅随张寒和司马新投降项羽 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将关中一分为三 董毅被封为翟王 管辖关中北部 国都为高奴 今陕西延安 出汉争霸时 翟王董毅和赛王司马新一起 在成高之战中 被刘邦击败后 自吻而死 五 九江王英部 英部曾在秦朝犯法受情刑 故又称秦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英部随帆扬县令吴锐起兵响应 吴锐还将女儿嫁给英部 但英部和吴锐的起义军 很快被秦军击败 二人遂投靠了项梁 项梁被秦将张寒斩杀后 英部又跟随项羽 在巨路之战中 作为前锋大败张寒军 战功赫赫 由此 当秦朝灭亡 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英部被封为九江王 管辖九江郡 包括金江西全境 安徽的淮南 国都为路线 金安徽省陆安市 楚汉争霸时 项羽多次向英部争调军队 但英部都托辞拒绝 项羽因此怨恨英部 并屡次派使者前去责备他 英部内心惊恐 最后被刘邦趁机策反投降 遂被刘邦封为淮南王 此后 英部帮助刘邦 在楚汉争霸中击败项羽 统一天下 刘邦称帝后 淮南王英部 成为异姓诸侯王之一 但随着韩信和彭越等异姓诸侯王 因受到刘邦的猜忌 相继被诛杀 英部越发的恐慌 无奈起兵叛乱 但很快被刘邦击败 英部战败后 逃到了岳父恒山王吴锐的封国避难 但却被吴锐之子吴臣索又杀 其首级献给了刘邦请功 六 恒山王吴锐 吴锐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后裔 曾任秦朝翻阳宪令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吴锐带着英部第一个起兵响应 后投靠了向良 向良被秦将张涵斩杀后 吴锐跟随他的侄子向羽 在灭亡秦朝的过程中屡立功勋 由此 当向羽分封诸侯王时 吴锐以战功捉住 而被封为恒山王 管辖长沙郡 国都为诸县 金湖北黄港县 楚汉争霸时 吴锐在张良的劝导下 归顺刘邦 为刘邦赢得楚汉争霸 立下了汉马功劳 向羽兵败自吻后 吴锐与韩信等人拥戴刘邦为帝 成为西汉开国元勋 刘邦封其为长沙王 建立长沙国 但长沙王吴锐 在刘邦称帝的第二年 就英年早逝了 中年四十岁 吴氏长沙国是西汉最忠实的诸侯王国 刘邦供奉的八位异性王中 有七王被剪灭 唯独吴锐及其子孙世袭的长沙王善史善中 成为西汉仅存的异性王 其中 吴锐之子吴臣还大意灭亲 将大舅哥英部又杀后 献给了刘邦 七 代王赵邪 赵邪是战国时期赵国贵族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战国时期的六国贵族后裔 趁机纷纷自立为王 赵邪也被张尔和陈渝拥立为赵王 赵邪封张尔为丞相 陈渝为大将军 当秦将张涵将项梁斩杀后 又北上大举攻赵 并将赵王赵邪和张尔围困于巨鹿城 而陈渝虽为赵国大将军 率领数万人驻军于巨鹿城北 却不敢进兵救援赵邪和张尔 最后 项羽率军赶到 并在巨鹿之战大败张涵军 赵邪与张尔得以解围 当秦朝灭亡 项羽入关分封诸侯王时 将赵国分为代国和常山国两国 赵歇被迁封为代王 管辖赵国北部 国都为代 金河北御县 张尔被项羽封为常山王 只有陈渝被封为侯 心有不满 于是 陈渝率军机走常山王张尔 复立代王赵歇为赵王 赵歇为感谢陈渝 遂封他为代王 而张尔在败走后 投靠了汉王刘邦 适逢楚汉争霸 刘邦派韩羽和张尔进攻 投靠项羽的陈渝和赵歇 最终 韩羽和张尔在景行之战 大败赵军 将赵王赵歇和陈渝斩杀 八 常山王张尔 张尔曾是战国四公子 信陵军卫无忌的门客 他与陈渝结为文景之交 二人结为魏国名士 刘邦年轻时 还做过张尔的门客 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交情 秦始皇灭亡魏国后 张尔和陈渝成为秦朝通缉犯 四处躲藏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六国贵族后裔 纷纷自立为王 张尔和陈渝来到赵帝 也拥立赵国贵族赵歇为赵王 秦将张涵将赵歇和张尔围困于巨鹿城时 由于陈渝没有派军救援 二人从此失和决裂 最后 项羽在巨鹿之战大败张涵军 赵歇与张尔才得以解围 项羽入关分封诸侯王时 将赵国一分为二 张尔被封为常山王 管辖赵国南部 张尔击走 富力带王赵歇为赵王 赵歇则封陈渝为带王 张尔败走后 投靠了好友刘邦 刘邦派韩信帮助张尔将陈渝和赵歇击败斩杀 事后 刘邦封张尔为赵王 国都为邯郸 还将独女鲁元公主 嫁给其子张敖为妻 张尔最后与刘邦赢得楚汉争霸称帝的童年去世 其子张敖承袭赵王位 后刘邦在剪除异性王时 张敖被废掉王位 夺其封闭 九 西魏王魏豹 魏豹原是魏国公子 秦始皇灭亡魏国后 魏豹与兄长魏舅隐藏于民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魏豹和兄长魏舅跟随陈胜起义反秦 魏舅还被陈胜拥立为魏王 重新建立魏国 秦将张寒打败陈胜后 便攻打魏舅 魏舅不敌自焚而死 魏豹则逃奔楚国 楚怀王雄心交给魏豹几千人 帮助他又重新夺回了魏国领地 当项羽在巨鹿之战击败张寒 进入关中大封诸侯王时 他把魏国分为西魏和殷两国 魏豹被项羽封为西魏王 管辖魏国西部 国都为平阳 金山东新太宪 楚汉争霸时 西魏王魏豹反复无常 时而归附项羽 时而归附刘邦 最后被刘邦手下大将周科所杀 他的爱妃薄姬则被刘邦擒货后 进入刘邦后宫 后来薄姬为刘邦 生下了汉文帝刘衡 时阴王司马雅 司马雅本来是赵王赵邪的部下 他在巨鹿之战项羽和张寒对峙期间 率军攻占河内 切断了张寒退路 从而迫使张寒投降项羽 为灭亡秦朝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此项羽入关分封诸侯王时 把魏国一分为二 司马雅因平定河内有功 被项羽封为殷王 管辖魏国东部 国都为昭阁 今河南齐县 出汉争霸时 司马雅和西魏王卫报一样 时而归附刘邦 时而归附项羽 最后在鹏城之战后被项羽所杀 司马雅死后 其后一迁居河内温县 他的后世子孙司马懿 司马昭 司马昭等人 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建立了禁朝 十一 河南王申阳 申阳和司马雅一样 都是赵王赵谢的部下 他在巨鹿之战 项羽和张涵对峙期间 率军攻下了河南地区 从而切断了张涵退路 迫使张涵向项羽投降 由此 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将韩国分为河南国与韩国两国 申阳被封为河南王 管辖河南一带 国都为洛阳 出汉争霸时 申阳投降了汉王刘邦 刘邦称帝剪除异姓王时 废除河南国 申阳的封地改为河南郡 但申阳却得以善重 十二 韩王韩成 韩成原为韩国宗室公子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战国时期的六国贵族后裔 纷纷自立为王 但只有韩国还没有立王 于是 投靠向良的韩国贵族张良 劝见向良拥立韩国公子韩成为王 向良不但同意了拥立韩成为王 还给了他数千士兵收复韩帝 此后 韩成和张良带着数千士兵 在原韩国境内 与秦军展开游击战 时而攻取树城 时而又被秦兵夺回 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 当秦朝灭亡分封诸侯王时 项羽将韩国一分为二 仍然把韩成封为韩王 管辖原韩国北部 国都为洋宅 今河南宇州市 但不久 项羽就以韩成为随同自己征战 还让张良去追随刘邦为借口 不让韩成救国 并废其王位 贬为列侯 夺其封地 最后将其杀害 这一举动 促使张良归顺刘邦 并帮助刘邦 赢得楚汉争霸 十三 辽东王韩广 韩广原是战国时期赵国小利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陈胜派赵人武臣 和韩广经略赵帝 等到武臣稳定赵帝之后 就派韩广安抚燕帝 结果 韩广一到燕帝就很受欢迎 被当地贵族雍立为燕王 而此时 武臣被布下李良杀害 张耳和陈宇又拥立赵国贵族赵席为赵王 秦将张韩随即率军攻赵 并将赵席和张耳围困于巨鹿城 在这种情况下 韩广派赵徒领军配合项羽救赵 最后 赵徒随项羽在巨鹿之战大败张韩军 当项羽入关分封诸侯王时 认为韩广势力太大 便借口韩广手下大将赵徒灭秦功劳甚大 虽将燕国分为辽东国和燕国两国 赵徒被项羽封为燕王 而把韩广签为辽东王 管辖燕国北部 国都为吴忠 今天金济县 但韩广对此分封不服 不肯搬迁辽东 导致韩广与老部下赵徒发生冲突 经过激战 辽东王韩广被赵徒击败杀害 十四 燕王赵徒 赵徒是战国时期燕国将领 韩广来到燕帝后 赵徒归顺韩广 并拥立他为燕王 据路之战时 韩广派赵徒领军 配合项羽大败张韩君 当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由于不放心韩广 便将燕国一分为二 赵徒被封为燕王 管辖燕国南部 国都为继 金北京 韩广则被签为辽东王 由于韩广对此不服 不肯搬迁辽东 结果被赵徒击败杀害 事后 燕国全境都被赵徒占有 楚汉争霸时 汉王刘邦派韩信攻占赵国后 燕王赵徒畏惧韩信 便投降了刘邦 刘邦称帝后 由于对异姓诸侯王的猜忌 令赵徒非常恐惧 所以被迫起兵反叛 最后 汉太祖刘邦欲驾亲征 将燕王赵徒击败斩杀 十五 临江王贡敖 贡敖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 他和向良拥立楚怀王雄心登位 令楚国复国 贡敖被封为上驻国 是楚国最高的武官 秦将张涵斩杀向良 围攻赵国据陆城时 楚怀王为了救援赵国 派向宇北上救赵 同时为了分散秦军力量 又派刘邦西攻秦朝 还派贡敖领兵南攻秦国的南郡 由此 当向宇入关分封诸侯王时 贡敖因攻占秦国南郡 而被向宇封为临江王 管辖元秦国南郡 金湖北一带 国都为江陵 金湖北省江陵县 贡敖被封为临江王后 按照向宇的指示 和英部一起 将楚怀王雄心杀害 楚汉争霸开始不久 贡傲就病逝了 他的儿子 贡卫成袭临江王位后 在恒山王吴锐 以及九江王英部等 多数诸侯王都归附刘邦的情况下 依然效忠于向宇 但最后被刘邦击败杀害 16.焦东王田福 田福是战国时期 齐国王族田丹的儿子 他的父亲田丹 在陈胜吾广起义爆发后 和唐帝田荣杀死 秦朝限令举兵起义 并自立为齐王 但很快被秦将张寒击败斩杀 田丹死后 齐国贵族又拥立宗室田甲为齐王 但田丹的堂弟田荣 对齐国贵族拥立田甲为齐王一事 非常气愤 就带兵攻打田甲 田甲战败逃到楚国 投靠了楚怀王 事后 田荣拥立田丹之子 田福为齐王 自己担任齐国丞相 同时 田荣还要求楚怀王交出田甲 但遭到了楚怀王的拒绝 所以 田荣就没有跟随代表楚怀王的 项羽灭秦入关 但田荣的副将田都 和贵族公子田安背叛田荣 跟随项羽灭秦入关 由此 当项羽入关分封诸侯王时 将齐国一分为三 田福为焦东王 管辖齐国东部 国都为吉末 金山东平度市 田都为林兹王 田安为纪北王 合称三齐 而齐帝的实际控制者田荣 因没有被封为王 便对项羽的分封十分不满 遂不让田福到焦东救国 但田福因害怕项羽怪罪 便悄悄来到焦东 田荣得之后大怒 率军将田福击败杀害后 自立为齐王 而西楚霸王项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十分恼怒 遂起兵讨伐齐国 最后 齐王田荣战败被杀 十七 林兹王田都 田都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 田荣的副将 齐王田丹被秦将张寒斩杀 齐国贵族拥立宗室田甲为齐王时 田都追随田荣将田甲击走 并拥立田丹之子田福为齐王 但在巨鹿之战时 田荣因楚怀王没有交出田甲 就没有跟随代表楚怀王的 项羽灭秦入关 而田都却被叛田荣追随项羽灭秦入关 由此 当项羽分封诸侯王时 将齐国一分为三 田都被项羽分为林兹王 管辖齐国中部 国都为林兹 金山东兹博士林兹去 然而 齐帝的实际控制者田荣因没有被封为王 便率军攻打田都 最后 田都战败 逃奔西楚霸王项羽 以后下落不明 大概是被项羽所杀 18 纪北王田安 田安也是战国时期 齐国贵族公子田荣的部将 他和林兹王田都一样 都在巨鹿之战时 被叛田荣追随项羽灭秦入关 而被项羽封为纪北王 管辖齐国西部 国都为博阳 金山东泰安市 然而 田荣因没有被封为王 赶跑后 又将纪北王田安击败杀害 自此 田荣就全部占有了三骑之地 但很快就被西楚霸王项羽击败斩杀 巧合的是 刘邦赢得楚汉争霸 吞并齐帝 建立汉朝后 纪北王田安的直系子孙王莽 又篡汉建立了新朝